不堪回首 90年代江湖地位应该不高 我们的每年产能才五六十公里 不明所以 反正我老百姓我消费 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供需关系 这个我就从罗织上讲不通 我们是从这些基础上去分析 就是国内一个市场和国外一个需求 你会耍流氓吗 我们现有的一个门牌来说 在全球都有一些之题了 就是我们的一果六分里的设备 在全球方面能是没有的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那 我们是先果来加工的 先有的国家厂 全部是用干法生产 它的原料成本五万块钱 专门国家原料成本 我们原料成本是不花一分钱 那么利润 我们现在原国家一千多吨复配以后 将近两千吨 大概是一年 两个亿产生在 利润基本盲收要在五个亿吧 有很多只啊 我觉得要有十来个亿要 进利润的话 最少要做十个亿产 你利润才有一个亿 我们的目标就是想拿这个钱 国家销售市场 是逐年提升 每年提升应该在30%左右 我们有信心要把这个成员 也会做大 做强 从国际形势在说 出口量增加了不少 主要整个在东南亚这块 俄罗斯这块比较多 像这个走向国际市场也是 对 走向市场也是规划这块 像俄罗斯就是上半年 到公司来进行一个考察 我们这个目标就是在一带一路上 去才有干局产地建制工厂 您这家企业就是全中国第一 应该是中国第一 我们目标不往往是中国第一 应该走上全球第一 那你认为就目前中国的整个柠檬产业 干局产业发展 从你这个商业行业来说 你认为最消极的痛点是什么 现在我们痛点呢 就是我们这块一个资本的 运行这种 靠民营企业一个人的一个力量 来支撑这么一个大的企业 还是非常困难 还是要借助一些外力 来把这个企业往上推 资本者我是逐利的嘛 没考虑过外资吗 作为一个红色的民族企业 民族品牌 我们对外资呢还是比较排斥的 就是如果把一个 宁宏这个事搞大了 或搞成你们这样的 对国家层面这个战略有关系吗 从我们食品安全来考虑 是有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是控股了 不给你裹胶了 中国能怎么着呢 有影响吗 这个东西从整个一个防控来说 还是从我们食品天下记载面 小范围的防控比较 也就是说如果是有人卡脖子 第一呢就是 你可能产品质量不能保障 你要带用品 对对 第二呢价格会提高吗 会提高 没有人只有他说了算 假如我们所有的一些食品天下记 要是才用外资掌握 外资对国人 对中国有个敌意的话 他要想什么办法 国人在一周以内 两周半个月之内 所有的一些牛奶产品 都会到老百姓里参中 为什么我们发展规模要给他们大 我们就要占领市场我们说了算 话语权也会耍流氓吗 应该不会 但你刚口口是不是跟博斗啊 博弈啊 外来势力啊 他是从国家层面对外的 所以对内来说 他还是一个满有情怀的一个人 我们做食品的 首先是我们自己吃 我们自己不能放心吃 怎么去对外面去推 老兄你觉得你干了31年这个行业 会改行吗 没改行 我对这个非常有情怀 我现在脑子里 对我们第一个国家上的一些设备啊 哪一个螺丝在哪个位置 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硬在脑子里面 你肯定一直会在这个行业干 应该还是这个食品行业干 觉得国家太有情怀了 我没见到这个皮啊 而且这个皮熟起来能做国家 一句话就是出口了 你什么能往国家那吃 对对对 虽然说能吃的皮 就能我们所有人 就是我的国家人生 牛重庆 牛重庆 像我们后面鱼制品的一些国家 都会去开发 国家系列太多了 有国家的 有鱼制品的 纹粘蛋白的 达到全国联盟第一品牌 耶 我们在价格一些优势上面呢 肯定会是 可以从老板经历一个食品安全 消费水平上面 肯定去有很大的利用费 我那个白鞋子 都会去不同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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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